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在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叫过孩子的这个情况下,我念了21张小房子,给我那个,给我名字的那个孩子,但是我不知道对我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影响。 你啊,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念了什么21张小房子? 对,那有什么影响啊?21张小房子,你写的是给你的名字的要孩子收是吧? 对,那很简单了,如果你就是没有,比方说没有打开过流产过孩子,如果你只要感觉当时结婚的时候,月事很长时间没有来了,很长时间突然之间后来来了,那有可能就冲掉了,明白吗? 哦,那如果这种情况也没有,那对我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影响? 不会,绝对不会影响的,你看你就喜欢乱想,你这个,你就算没有影响的话,你这个孩子有可能,比方说你这些小房子念下去,对你的孩子收,对不对啊? 那有可能,比方说你妈妈打开的孩子到你身上来了呢? 哦,那你姐姐不幸福,你姐姐打开的孩子,她如果跑到你身上来问你拿小房子呢?这不像给他们一样啊? 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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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understand?Of,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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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的,谢谢师傅 谢谢大家